我现在就开始富有了 机友们 咖啡 一喝体力还能回一点 留一个应急 罐头一吃 空瓶子两个 放下吧 然后钉子11个 钉子11个 可以 然后没事的话 机友们 就可以先烧点木炭了 你需要烧木炭的时候 它这边可爱 你这边可没有木炭 然后积水器 还差一个布是吧 可以升了 就晚上再升吧 趁着白天 8点半了 赶紧干活 39 咱们现在等于说 再缺点材料 把家里面那些能升的 都全部一升 然后直接去37楼 去拿喷子去 去拿ID卡 卡的话是在39 这这这这 我看一下 那就是39去这个房间 走 那么去了之后 图什么呢 也很简单 其实我也就是图 它的交代 这个走廊里 如果要是有丧失的话 加上里面两个 就是一共三个走失 是吧 三个走路丧失 三个走路上的丧失 都还行 过了 是这个 那么门口 这个不行 一清算 里面两个 可以处理一下 里面两个的话 等于说 咱们溜就完事了 去遛狗嘛 它的门口 如果要是老撞门的话 也很烦 死没死 死了 这个 这个里面是两个丧失 门不用关了 空瓶子 有没有交代 神他妈 这是需要开锁的 钥匙 这么快就出了 钥匙的位置是随机的 那边里面一个 这里面一个 丧失的位置 胶带 我要胶带 这好多东西可以聚 胶带 胶带再不出 我日子没法过了 除了一个 一个也行 但是成双成对 防毒面具 好了 行了 防毒面具是需要两个胶带 就我们每次探索 不是每次探索 就是你防毒面具的 每一个更换周期 这一个周期内 你至少要摸到两个胶带 这样的话 等于说你下次出门 才能再做一个新面具 懂我的意思吧 那最好是多一点 因为好多升级 对吧 造东西 也需要胶带 好了